对台南市治安造成不良的形象 感到抱歉 向台南市民抱歉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市政 还有他们的犯罪动机 逐一的厘清 在后续的一个查补 给台南市民一个交代 给死者一个交代 王姓被害人被刺死案 案发之后 本局掌握了两车七人的犯罪嫌疑人 其中三名申请羁押 已经在押 另外四名在讨的两位关系 关键性的犯罪嫌疑人 真性犯罪嫌疑人 跟蔡姓犯罪嫌疑人 分别在今天都到案 但是很遗憾的 蔡贤在到案之前 又犯下了本局第四分局辖区的 陈姓民众被枪支射杀案 在此对于这一个蔡贤再次犯下 用枪射杀诚信民众的案件 本能感到非常的遗憾 也因此对台南市治安 造成不良的形象 感到抱歉 向台南市民抱歉 这部分我们会再重新检视 我们整个部署的过程 如果有责任的 我们会查究到底 我们目前掌握的犯罪的试证 还有涉案的动机 以及相关的关系人 我们不是只有在 曾贤跟蔡贤到案就 画下去点 我们还会再继续的 减速 弃补 涉案人员 绝对是 有什么证据 办到哪里 目前我们掌握的试证 这个案子 从2月16号的杀人案 再往回推到 1月21号的 网络直播组的案 以及今天的 这个诚信民众被枪支射杀案 都是有一些相牵连的关系 两岸关键的犯罪嫌疑人都已到案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市政 还有他们的犯罪动机 逐一的厘清 在后续的一个查补 给台南市民一个交代 给死者一个交代 三岸关键的说明 别人信民众被枪支射杀案